建设什么样的乡村 怎样建设乡村 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中国乡村建设与地球村中多样化的乡村建设实践 彼此呼应而又自成一派 中国乡村建设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全球发展中国家又有着怎样的乡村建设实践 今天我们请到了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副院长潘家恩教授为我们进行解读 回溯历史 无数先贤在中国乡村基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创新 那么中国乡村建设是如何开始的呢 乡村建设的源起呢 其实是整个国家在近代以来 我们看到了整个乡村的一种困境 然后这个困境既包括经济 也包括社会 也包括文化 它是个全方位的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种困境呢 就有一批先知先觉的 这样的一些先贤 他们呢 不忍心看到了自己的家园 家乡就这样破坏 他就开始有了一些 一种自觉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有了一股乡村建设 百年来呢 其实我们认为是有三波乡村建设的 那第一波呢 是从清末一直到了我们新中国建立之间的这段历史 因为它包括很有名的一些实践者 比如说燕阳出梁树民 陶新枝 卢作福等等 49年之后一直到新世纪之间第二波的乡村建设 它是一个国家建设背景底下的乡村建设 比如说那个时候大量的扫盲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大面积的 我们农村的医疗的一种改进 比如说我们的农村中的大量的基础建设 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一种乡村中的秩序的重建 农民的组织等等 都在这个时候完成 那么我们到了新世纪 国家就更有条件来以工补农 以城代乡 所以说到了新世纪以来 一方面是山农问题浮出水面 大家会觉得越来越严重 国家也开始比较重视 但另一方面呢 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 国家民间这两股力量开始汇合 那么国家也有条件 把更多原来可能用于城市 用于工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那更多的投向农村 我们返回来支持农村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农村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一直到了今天 回顾中国百年乡村建设历史 中西方有何互学互建 梁树民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说没有这种中西碰撞 可能就不会有乡村建设 因为它让我们那个时候的 很多的先进的一些中国人 开始去重新去思考中国 那么在这场乡村建设实践中 其实这个中西的有交流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看到的在河北定县 晏阳出的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 他就直接把很多在海外留学的这样的一些博士 这样的一些专家学者们 直接就是想办法让他们更多的到农村来 这个走出象牙塔跨入尼巴墙 也称为博士下降运动 在山东的周平梁树民先生 他们很多人都说认为 他是个为本土的一种乡村建设实践 即使这样子 你看到他也是有很多像丹麦啊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学者 也有很多的那种交流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 其实呢是一种西方和中国的一种 如何改造乡村的一种思路 如何碰撞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中国也探索出来了一些 很有价值的一些乡村建设实践 后来呢也传播到了海外 特别是叶阳初先生 他把他带到了像印度啊 泰国啊等等 同时也把他带到了像一些拉丁美洲 带到一些非洲 当前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 乡村建设实践有着怎样的困难 未来应该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实践 城市发展越来越快 但是乡村的发展越来越衰败 这是一个全治普遍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其实中国的很多人有实践 其实对世界的那种思考 其实是有一定的一种启示的 我们看到我们既需要城市化 也可能也需要有历城市化 我们不应该只是去乡土化 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乡土化 那第二个方面呢 其实我们说中国的三农呢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中国不只有农业 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有农民 我们有乡村 是三农是连在一起 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视角呢 我们去看海外 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可能很多时候 可能只剩下了这个农业 很多地 但是可能人 就是农民啊等等 可能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可能有它的历史的原因 但是我想呢 就是我们应该是把农业农村和农民 这三个视角结合起来 这也是中国乡村建设 它的生命力所在 展望未来呢 我们乡村振兴呢 就要去看我们的城乡融合 看我们的生态文明 那边可能是我们的城乡村建设 就是我们的城乡村建设 我们的城乡村建设 就是我们的城乡村建设